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扶把与脚位 单手扶把脚小八字就可以了 双腿伸直 好 大概一臂的这个距离 不要左右的拉伸 很轻松的搭在把根上就可以 好的 下面我向大家来介绍脚位 首先是衣卫脚 两脚向外各打开90度 脚跟相对 然后拳脚要平补于地板上面 注意的膝关节要外开 后背保持伸直 脊椎向上的延展 然后两脚之间 大概一脚宽 同样的你的宽关节要打开 膝关节伸直 这是二位 然后一只脚 脚跟放在另一个脚的脚心的地方 两脚向外 大腿内侧加紧 后背延展 后背延展 三位 两脚平行 脚尖 一脚脚 脚尖对着另外一个脚的脚后跟 宽部向外打开 大腿内侧肌肉加紧 后背延展 这个是五位 两脚前后的距离 大概一脚宽 脚尖向外 双脚平衡 重心 放在两脚之间 后背伸直 四位 好 下面 我再单手 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位脚跟 对脚跟 二位 一脚宽的距离 三位 向回收 脚跟放在 主力腿的 脚心的地方 好 四位 向前 伸 两脚平行 宽部打开 身体要注意延展 重心放在两脚之间 注意不要倒脚 然后 两脚平行 宽部打开 大腿内侧肌肉加紧 五位脚 好 发了一共 五个脚的位置 希望大家 多加练习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